第四百一十一集 清旋风悬崖下还有一位老祖 他俨然跨入了至高之境 到时候如果被他发现 你如此行为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收手吧 我唯一能答应你的便是不再追究 这是老者最大的退步 他可拉不下脸来跪下来 本以为此话会让夜晨答应 却没想到夜晨冷哼一声 你不是喜欢倒计时吗 现在我也给你们十秒 如若不贵 我会让你们明白 什么是火焰纵横 此话一出 老者和众多清旋反门的人 脸色大变 他们万万想不到 这夜晨竟然这么无耻 更是不知死活 自己都给他后路了 为什么还要如此啊 小子 你今日强闯我清旋风 如果林先祖知道 你必死无疑 有人怒声道 如果林清旋在这里的话 他们怎么可能如此受辱 夜晨听到林清旋淡淡道 如果我说是林清旋 要我对付你呢 对了 还有六秒钟 所有人一正 玄机冷笑了起来 林清旋怎么可能对后人出手 况且他早就消散于天地间了 还有两秒 那头顶的火焰仿佛猙獰到极致 空气温度骤人升高 张大嘴巴仿佛要马上吞噬所有人 这压迫感让他们难受到了极致 最后一秒 阵法 落 伴随着一声怒吼 夜晨手指猛地下压 无尽火焰向着所有人吞噬而去 冰冷的杀鸡让他们浑身冰冷 有人经受不住这恐怖的威压 直接跪下了 随后更是一大片强者齐齐跪下 短短十秒 面前只剩下老者一动不动 他拳头握紧 满是血丝的眼睛盯着夜晨 要杀要寡 喜听尊便 想要我林如海对你下跪 绝不可能 他的眼眸带着誓死的决心 夜晨倒是第一次知道 这林清玄后人的名字 他刚想用阵法压下 轮回墓地之中 林清玄的声音突然响起 徒儿 杀不杀此人和为师没有任何关系 他身上拥有我的血脉几乎薄弱 虽然他和医道通神之路 不算太过遥远 但为师很不满意 杀了便杀了 不过在杀他之前 还得先问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夜晨好奇的 我当年留下的一块清玄玉 如今所在何处 夜晨听到这句话 深知这清玄玉便是林清玄 要他问这些人夺回的东西 价值绝对斐然 不再犹豫 夜晨看向林如海 问道 要想活命 不是没有机会 当年那块清玄玉所在何处 此话一出 林如海脸色大变 那瞪大的眼眸宛如见鬼 整个清玄风 知道清玄玉的只有两人 除了他以外 便是闭关的老祖 但是这夜晨是如何知道的 老祖自然不可能告诉夜晨 你到底是谁 谁派你来的 医生们根本没有资格 触碰这些东西 夜晨的身份 在林如海眼里变得越发的神秘 掌控完整的九天玄阳诀 抢夺林先祖留下阵法的控制权 现在再加上清玄玉的秘密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身份 他甚至要以为对方是林清玄问世 我不知道什么是清玄玉 要杀要寡随便 林如海推翻心中的一切猜测 理性让他醒悟过来 同时他手指掐绝 周围的天地灵气凝聚而来 一滴精血逼出 瞬间化为一根赤红的银针 我今日就算死 也要拉你这个小畜生垫背 愤怒的咆哮声响彻 夜晨眼眸没有丝毫的同情 林清玄留下的火焰阵法 狂暴卷去 宛如一头猎兽吞噬一切 不管是为了医生们 还是为了自己 杀了此人 不会对他有任何的影响 无尽火焰爬上了林如海的身躯 林如海疯狂的嘶寒了起来 想要挣脱 却发现根本不可能 这种感觉太痛苦了 眨眼间他便是化为一个火人 那些清玄丰弟子健壮 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根本不知道 林如海作为一道通神的上古大能后人 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关键还是在清玄丰啊 他们想去救 却是深知自己的力量 在此刻的夜沉面前 没有任何作用 猙獰的叫声响彻整个清玄丰 突然 整个清玄丰传来一声巨大异动 地面向着四面八方裂开 一道黑影急速而来 黑影在化作火人的林如海面前停下 一掌拍下 那阵法的火焰瞬间消失 同时黑影的主人取出一颗丹药 催促重伤的林如海道 赶快服下丹药 气息奄奄的林如海当看到黑影 眼眸出现了一丝喜色 老祖 您 您终于出关了 一道通神的老祖 居然在关键时刻出关了 清玄丰有救了 老祖 这个小畜生侮辱我们清玄丰 更是侮辱林先祖 妄图蚕食清玄丰 清玄丰老祖点点头 有些人不知死活 我定让他后悔来到人世 他看了一眼狼狈到极致的林如海 手指掐绝 竖法凝聚 下一秒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林如海断裂的手臂渐渐心生 林如海激动到极致 谢谢老祖 清玄丰老祖没有任何波动 对了 我刚才在闭关的时候 发现清玄丰 有人引动一道通神的异象 不知道是我清玄丰的哪位弟子 林如海听到这莫名其妙的笑话 眼眸瞪大 为何老祖会说这种话 引动异象的难道不是老祖吗 另有其人 老祖 这异象不是你引动的吗 林如海还是诧异道 清玄丰老祖眉头一皱 开什么玩笑 我都这个年纪了 怎么可能引动如此异象 如果不是这异象 我也不会提前出关 算了 这件事稍后再说 我先把那不知死活的小畜生 解决了再说 清玄丰老祖放下林如海 站起身 缥缈的气息化为无上威压 向着叶臣笼罩而去 一步踏出 清玄丰所有人跪下 恭恭敬敬道 参见老祖 清玄丰老祖没有丝毫动容 而是对着叶臣一字一句道 你做的最错误的事情 便是动我们清玄丰的人 林先祖虽然不在 但是还有我镇守清玄丰 我绝不允许任何卑劣的垃圾 对清玄丰动手 雨落 这声音在苍穹中炸裂开来 如红钟敲响传遍千万里 一道道音波仿佛化为无数银针 而后又化为实质的剑气 向着叶臣席卷而来 苍穹之上乌云覆盖一切 宛如末日 一击之下 叶臣再也承受不住 他当场吐出了一口鲜血 两人差距太大了 不光是他 麒麟和小碧 根本也承受不住啊 他们的脸色难看到极致 稍有不慎就会死在这危压之下 叶臣咬咬牙 直接来到两人身前冷声道 你们赶快退后 越远越好 哪怕离开清玄丰也可以 随后 叶臣一掌拍出 一股无形气浪从手掌蔓延 更是将两人向着后方推去 离开清玄丰 这是两人听到叶臣吐出的 最后一句话 还未反应过来 两人便出现在了千米之外 身上的束缚也彻底消失 做完这一切 叶臣擦掉嘴角的血字 直接将斩龙问天剑拿了出来 同时 一道万道剑翼直接斩落 血龙直接祭出 龙吟阵阵 本命灵符也是祭出 万丈雷电轰然爆发 他能感觉到对方的危险 极度危险 他本想让林清玄站出来解决 却没想到对方又沉寂了 该死 无奈之下 他只能自己承受 狂暴的万道剑翼 瞬间化为无数头巨兽 向着清玄丰老祖狂奔而去 这一剑强势到无可匹敌 也是叶臣所能爆发出的最强一击 血龙和雷结融合 清玄丰老祖看着呢 携带着血龙虚影和雷电的剑翼 眉头一皱 他倒是没想到 叶臣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 这小子明明神尤静 却是能爆发出超过入圣境的力量 闻所未闻 还有 这剑异 为什么我不曾在昆仑虚见过 看来这小子身上绝对有大秘密 天大的秘密 既然如此 那我便镇压你 得到这秘密吧 清玄丰老祖笑了笑 手指掐绝 一道浮印悬浮在手心之上 通神印 以天地灵气清玄之意 镇压一切 极其霸道和缥缈 一般人根本没有资格阻挡 如果不是感受到叶臣这一剑的恐怖 他断然不会如此 一滴精血逼出 射在通神印之上 光芒大作 璀璨如耀眼的星辰 一阵轻吟声扩散而开 万物回归沉寂 斩 清玄丰老祖轻轻地吐出一个字 手腕一抖 通神印飞了出去 转眼之间便是来到万道剑翼之上 没有爆炸 更没有轰鸣 甚至连一丝气浪都没有 整个清玄丰太安静了 而后 夜沉惊骇地发现 他的万道剑翼居然消失了 彻彻底底消失了 血龙虚影更是化为星星点点 无数血气转而回到夜沉的体内 没有风波 但是夜沉却是感受到一股力量 穿透了他的身躯 神魂震荡 五脏六腑都仿佛要被撕裂 感谢您的风波 感谢您的风波